警方今早大約六點半接報 一輛紅色私家車 沿著長沙環洞長道 皇冠塘方向行駛 當洗至北架山花園對開近風力樓時 懷疑失控撞搏 撞向一列水馬之後翻側 射輪朝天 司機失蹤 斜內雜物和玻璃碎四扇 包括有一隻燒雞翼 一個飯盒 懷疑裝養藥 唐和一批的懷疑告票 警方證調查事件